哈囉大家好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為大家測試的是這個 工位成員的 這個龍科的部分 掉龍科的一個現象 相信很多 的玩家大大們他們應該有 發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就是工位代表龍科會掉 現在來跟大家示範一下怎麼樣掉龍科 怎麼樣掉對怎麼樣掉沒錯 可以看到我現在搭機 我現在裝備一次給大家看 我裝備了一個這個 好我們拿這個三星這個 破碎來做測試 然後這時候我們做什麼呢 做什麼才會掉龍科呢 我們分解我們的封印卡 我隨便找一張分解 分解啦 好看一下工會 那那個沒掉好必須告訴各位這是機率掉 所以我們在這個 賣第二張卡片好吧 這個 我找可以賣的喔 好吧 隨便找一隻 精靈來賣好了 好 好來看一下 好掉了 好掉龍科 基本上我們 工會成員大家幾位一起做測試喔 這個是高機率掉 好高機率掉掉龍科 好那我們有測試出來有 有幾顆龍科他是不會掉的喔 那現在跟大家推薦是要裝備哪一顆龍科 好這個 抵制狂暴 不好 不是抵制狂暴 虛制狂暴 消除任何福祉這個 這顆就不會掉 好我們來替大家驗證一下 好 一樣測試個 三次好不好 一次 好沒掉 再替大家測第二次 來替大家測試這個第3次 替大家測試這個第3次 好還是沒掉齁 所以這顆是我們幫大家測試出來的這個 不會掉的龍科 所以建議大家就 裝備 這顆 好吧 集氣的快 好謝謝大家 拜拜